2013年的12月27號 那天呢 如果講起來 是我生命中最煎熬的一場主持 我跟他一起 有印象嗎 我們跟著中華明星公益體育協會 楊彩璇理事長 他就帶著我們去 應該是台北監獄對不對 這是我第一次去做監獄的巡演 去做公益 不是一般人能去就去的喔 一定要有這樣的機構申請我們才能去的了 阿過就跟我們一批人就進去了 我哪知道那一場正好是陳瑞剛剛進去高牆 那當然 那也要謝謝楊彩璇 因為他打了個招呼 才有機會把這個菜鳥帶進來看爸爸 可是位置是很遠很遠的地方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 因為自己的小孩嘛 對不對 所以那天我在主持的時候 憑良心講 我突然覺得我又好像語無倫次了 我要介紹這些人 因為我心思在小孩身上 可是呢 想去接近他又不敢 怕人家講話 你知道 內丁的場面還記得嗎 我知道 因為其實 那一天其實到了現場 其實我們是帶給觀眾朋友 就是裡面塑形的一些溫暖跟關懷 但他由於應該講關愛 關愛滴滴的角度 所以他當時一直在講道理給滴滴聽 可是台下不知道的人會覺得 哇 怎麼會不是帶給他歡樂 其實那天 我講的台詞是好像在講道理 是不是 很凝重 其實凝重 其實 因為苦口婆心 因為我們都 包括我彩旋界 包括我們體育協會的都知道 因為我們是知道狀況的 所以我們知道凱倫哥在基於這些 他也在 因為愛無疾無 大家都是 只是人生走錯了一段路 他也是希望大家能夠慢慢的 回歸社會之後 可以越來越好 所以在當時 他在告訴他們的時候 在聊天的過程中 就會比他平常主持的 稍微嚴厲了一點 我講真的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凱倫哥那天他自己不知道 其實他講到他自己眼眶泛紅 小瑞 我說你 真的嗎 而且 我講實在 因為我們 我們可以 我們在走的時候 我們可以下去人群裡面握手 其實我們是有去看 其實 他也非常的感動 而且那個楊彩旋太棒了 他說凱倫 我幫你去抱抱他好不好 我說好 因為我不能下台去抱他 我怕人家講話 他真的唱歌唱過去 把陳瑞搂起來抱 他們還把他拍了照片 我們都有晃過去 你知道嗎 那個場面是非常感動的 那也僅只能這樣 就要被帶走了 是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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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